可是這裡放東西了 不能坐人 所以媽媽沒有辦法坐一個位子 只能坐一個人 阿俊俊妳要坐那裡對不對 那媽媽沒有辦法坐 所以媽媽要下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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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是不是坐嗎 阿媽媽坐哪裡 誰家嗎 那俊俊坐哪裡 坐那裡嗎 那妳要回去啊 妳要回去坐妳的位子 媽媽坐 好我坐啊 那妳要坐哪裡 一家 坐哪裡 一家 好那妳坐回去 前面沒有得坐 妳坐哪裏去 那妳坐妳回妳的位子好嗎 可以嗎 好那妳回去了 妳回去媽媽才可以上車阿 媽媽坐在那裡 好那妳上去 妳坐回去 我要坐 好那妳坐回去 妳回去 妳坐回去 媽媽才可以上去阿 妳坐在妳看妳站在這裡 媽媽還是沒有辦法坐阿 爸爸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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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位子在前面對不對 爸爸坐前面 不要 好那妳要坐回去嗎 好媽媽坐妳旁邊 媽媽坐 好媽媽坐坐 坐妳旁邊嗎 好坐妳旁邊 那俊俊坐這裡嗎 對齁 好那我們要準備出發囉 那媽媽可以坐回來了嗎 可以了嗎 好 那媽媽關門 睡著我媽媽關門 正方形式怎麼在兩個月的時候睡過夜呢 今天把我的方法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 睡前減少奶量 當初也以為睡前奶喝越多 晚上可以撐越久 後來我們試著減少睡前的奶量 只要寶寶搖頭不合 我們就停止餵奶 減少脹氣跟溢奶的狀況 他沒有不舒服反而睡得更好 第二個 溫濕度的控制 太熱容易吃不多也睡不好 睡醒之後摸他的脖子跟背部 看有沒有流汗 有的話代表包太多囉 儘管不要用大人的體感溫度去判斷寶寶的狀態 第三個 出門放電 這招超有效的 出門散步走走 或是開車帶他去晃晃 離開家裡去外面接受一些感官上的刺激 晚上真的能明顯觀察到他睡覺時間有拉長 第四個 建立睡前儀式 每個人的睡眠儀式都不一樣 白天寶寶想睡的時候 我們不會刻意降低音量也不會管燈 但是在晚上睡前的時候 我們會把房間的燈關到全暗 穿上防T-bay加上播放白噪音 讓寶寶區分白天小睡時的差別 習慣之後寶寶就很容易進入睡眠狀態 第五個 總奶量充足 非常推薦行手寶寶用這個免費的APP 去進入寶寶一整天的作息 可以觀察寶寶整日的奶量跟睡眠之間的關係 總奶量攝取不足也容易讓寶寶在半夜中餓醒喔 最後要告訴爸媽們 寶寶的狀態只有自己最清楚 千萬不要跟別人比較造成自己的壓力 透過多多觀察跟嘗試 一定能找到跟寶寶之間的默契 也歡迎爸媽們提供你們睡過夜的方法給大家喔 快樂每一天 耶呼 我超過時間 最後一天 就可以看到去了 有墨蜜廁 介紹活力 非常勝負 爸爸